拿个吐司 咱们今天在那儿还是在这儿 导演 不影响 我先在这儿吧 先介绍 面包是吧 需要朋友自己看 孟严老师已经到了 然后呢 我们访谈马上开始 本来预定是7点 但是刚才因为晚餐的气氛太过愉快 而且主要都是因为于老师 没有时间观念 他结束晚了 是吗 所以导致后面的 你必须得行使一下 你作为CEO的职权 我不已经都过气了吗 你要向上管理 过气了 他也至少曾经拥有 新的方流行的是向上管理 向上管理 就是对下属比较放纵 就体现了我们以人为本的这个企业文化 但向上呢 必须管理 体现了我们兢兢业业的这种 治理的这种精神 对对对 所以你必须要给于老师 等会儿跟于老师 好好说的说的 真的 好好说的说的 没有时间观念 硬是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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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拖拖之后 导致我们后面的行程全部完了 行那你来了我就走了 我那边是吴建西接班 是吧 现在都这么用人呢 你看 辛苦了 当的CEO也没啥用了 走了 拜拜 辛苦了 谢谢 我的水是吧 好 然后呢 刚才这个在于老师那访谈 明显感觉到大家都很拘束 一看就是这个过期饮料喝的少 不喝物事啊 对吧 所以刚才吃饭 这个我也在于老师的胁迫之下 喝了一些 一会儿可能他们聊的状态 会更放松一些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这个屏幕崩了 大爷 对今天晚上会有很多的书 大家这个直接自己拍就行 莫言老师的书不需要推荐 我要推荐莫言老师的书 那纯粹属于班门弄 雕虫小鸡 胡说八道的呢 拍会大家记得看就行 好吧 之前很多朋友是这个拍下单如有神 看出愁死人 不影响 五一你是不是马上放假了 五一我们每个主播都会休几天 你休几天你在家里出了 跟家人这个吃一吃饭啊 这个散散步啊 春游啊 剩下的时间你可以看一点 没有办法一次看完 其实很正常 床头应该要常备成一本书 而且今年 大家要知道 今年矛盾文学奖就要颁新的书了 所以非常期待 今年哪些新的书会拿毛奖 今年的毛奖大概率会在乌镇班 如果对文学感兴趣的朋友 大家到时候可以去那参加这次这个文学盛事啊 我觉得像就是把文学奖这些东西 如果有一天它的热度等于甚至超过很多这个影视节的话 那说明是我们对于读书的一种尊宠 也说明是很多读书人的一件美事 需要碰自己拍啊 右下角 孟严老师自己写了一些诗集 但是量确实很少 喜欢的朋友这一天去拍啊 有朋友说这个故事集句好看 你看就是看过的 嘴巴不是上 嘴巴是前几天在乌镇不是高烧吗 烧了一天一夜 最后烧了满嘴的水泡 这两天都好多了 张神的嘴唇水泡 然后舌头全都烧烂了都 从小到大没烧那么高 转过去是吧 一会儿 没影响 那我先在这给大家介绍介绍 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 莫言老师的书呢 它的文学价值自然是不用我们去赘述的 当然呢 我也特别呼吁大家 就是在没有看别人的作品之前呢 不要评价 因为我也收到很多朋友跟我的提醒 说什么这个 对于很多网友 对于很多的这个一些作品 对于莫言老师的一些作品有争议 我觉得 第一个有争议说明他火 很正常 关注度高 第二个有争议的一个另外原因 其实很多人压根连书都没看过 现实生活中呢 可能 就莫言老师今天说 现实生活中可能一百个人都签不起什么风 但网上一个人就可以惊天巨冷 你如果连书都没读 你自然没有评价的权利 你说的话也基本是有胡说 看完再评价 好吧 然后农产品在右下角小黄车里 如果您自己需要自己拍就行 我们就不另外介绍了 嘴巴上火这种了 就烂了好几天了 这两天都快好了 好 余老师到了 欢迎余老师 好 各位大家好 先向大家表示一下歉意 因为在当下午在我的平台上 沐言老师跟我一直谈到了六点多 那给沐言老师要一个吃饭的时间 还要稍微休息一下 所以呢 更于原定的时间 晚了半个小时 非常非常的抱歉 也请求大家的谅解 谢谢大家 对 然后呢 为了让今天晚上这个访谈更有状态 大家能现在从余老师红润的面色里看到 余老师 喝了一点过期饮料 已经为晚上这个访谈做了充足的准备 你仔细求这样子就充足的准备 对 其实余会也喝了一点 只不过他保持了一种理性的状态 那么我呢 就进入了自己的感性的状态 当然我们都非常期待 因为大家都知道余老师一直以这个热搜体著称嘛 雨不惊人死不休啊 对 我也泄露一下 孟严老师呢 也稍微喝了一点点一点点的 这个过期饮料 也就两瓶吧 我相信孟严老师 这个晚上的这个对谈 会比下午跟我的对谈呢 是会更加的放松 所以大家能期待更加精彩的瞬间 放飞自我 嗯 好 对 也感谢大家 这儿我稍微感谢大家一下 这个对我养的六只小鸡的关心 但是 他们给我的留言 好多网友给我的留言 就是好好的养好了 给宇慧补补身子 你觉得我养大了 要给你给你吃小鸡吗 不应该了吧 咱把鸡蛋分了就行 对对对 把鸡蛋分了 什么时候你跟我去一起溜溜小鸡 是吧 行行行 也可以是吧 那可以那可以 对这个今天呢 我跟宇慧呢 我跟宇慧呢 还是比较的开心 宇慧呢 在期待中间 我呢 跟孟燕老师刚才已经聊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那这个 我觉得就是跟这样的这个就是文学大家啊 就是即使人性 或者说即使这个就是人生的多方面的这样的维度的这样的一个优秀的作家 在一起沟通聊天 那肯定是我们的幸运啊 我相信也是宇慧所期待的 对吧 对 对 非常期待 孟燕老师在那边已经做好了 然后余老师一会儿也会转场过去 等到余老师和孟老师全部准备好了 我们今天就转过去了啊 对 马上我们就转过去 那个各位有 我理发了 对 大家都看出来了 是吧 这个 那各位有什么对孟燕老师要提的这个问题啊 我们欢迎理性的问题 那么大家现在可以发到留言区 我们的工作人员把问题记下来 到时候我们老孟燕老师来一起给大家进行回答 真的有趣的问题 对对对 有趣的问题你们记一下 记一下评或者什么的啊 嗯 那个余慧你做好准备没有 我差不多了 对 现在您可以先转场 对 我先转场 完了 你一会儿就过来 好吧 马上马上 嗯 余老师刚才给我发出了邀请 让我跟他一起去遛小棋 我最近要抽个时间 大概三个月后 把底料 葱姜蒜 啤酒 大概这些准备好 我就可以跟余老师溜他的小鸡了 对 小鸡他可能也会喜欢吃葱姜蒜这些 北方人嘛 我口味都重一些 哈哈 对 好 各位朋友们 今天晚上的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了墨延老师 著作等身 而且声明在外 墨延老师的作品非常丰富 也很立体 母亲 土地 然后 人性 是他的作品中始终无法脱离的三个主题 我们也是在文学中认识自己 然后我们也是在文学的陶冶中学会成长 准备好的话 镜头可以随时切到余老师 可以了吗 来准备三个手 三 二 一 好 谢谢大家 那墨延老师你看那镜头 我们都看不到镜头有点 但在那个斜的那个地方就是我们俩的镜头了 一会儿雨晖就过来了 这个今天晚上晚上的访台比下午的要更加轻松活泼一点 主要是有年轻的雨晖 还有等会我们小孙也会过来来给你就是进行一些交流 那个 这个 哎雨晖 对 那现在的很多网友已经在上面买书了 对对对 这个你下午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这个对谈 你有一个对于这样的直播的交流形式 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第一是很好玩 嗯 第二很热闹 很热闹对吧 对对对 因为虽然我这个已经68岁 但我觉得我这个性格里面还有顽童的成分 顽童的 我觉得 就喜欢热闹 对 喜欢人多 尤其喜欢跟年轻人在一块闹腾 嗯 我觉得恰恰是因为你有这种顽童的感觉 才拿你想说这么生动活泼的小说来 对不对 啊对我觉得一个作家或者说一个艺术家保持童心是非常重要的 嗯嗯 因为童心看事物 同眼看世界是吧 嗯 它别有一番风味 有自己独特的角度 嗯 而且童心都是向善的 是的 童心都是发现美的是吧 嗯 所以童心也是这个 呃不带任何这样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这种影响的是吧 对 所以保持童心特别重要 现在我们直播间里有超过 近17万人 19万人 对 现在正在看莫言老师的 他是同期10千万人 因为他整个直播过去以后可能是上千万人过去了 嗯 我们先分给这个余老师一本书 刚才你们说我没看你书嘛 是吧 啊 真的 这个太好了 你给余晖都已经签名了 给我到现在才签 表明了对余晖的重视 对我都不重视 哎呀 当着数百万的这种这个观众的网友的面签给你先证实了 对这样要不然他改天他又不承认 就是就是 莫言老师还是比较了解余老师 我其实拿到这本书我就可以走了 莫言老师的毛笔字太好了 这个钢笔字也很好 对 等会大家看那个三哥体 三哥体你刚才不知道看了没有 那个里面 莫言老师有左手写的毛笔字 右手写的毛笔字 而且我发现他左手写的毛笔字 更加有特色 更加有风格 更加刚进一些 对对对 好多人都说 等会他会讲 为什么要用左手写毛笔字的故事 对 你看这个我比广大网友更加幸运的 这个就是这 大家也不要随便离开 因为等会莫言老师呢 会把他签字的50本书呢 用附带的形式送给大家 今天会送 对对对 是我提出来的 像莫言提出来 莫言老师提出来一个无理的要求 因为我觉得这么多网友 上来支持这个我们的直播 我觉得要给网友争取一点 福袋 争取一点这个福利 莫言老师呢 也欣然答应了 这是好事 完全同意 很多朋友说 这个书现在已经开始疯狂的下单了 这个不用等 因为莫言老师的书呢 大家可以直接去拍 然后我们在聊的过程中 有很多的 这个特别有意思的点 我们会慢慢总结 跟大家来分享 余老师下午跟莫言老师已经聊了很多 大量的聊到了您的童年 然后聊到了这个 您自己在写作里头的一些思考 那关于写作 我之前在网上看过您说的故事 就是当时就是为了吃饱饭 所以就想写作 这个事情的源起 就是最早的源头 是我跟余华 苏同 王树 我们四个人一块去意大利的 忘了哪个事了 好像是都灵吧 就搞一个关于中国文学的一个座谈 他有个主题就是 你为什么要写小说 就为什么要写作 我当时说的是 我想这个一天三顿吃饺子 后来余华给我公众说 你那会说的不是吃饺子 买双皮鞋 买双皮鞋 那余华说的就是 他当时在一个小镇的 一个香牙 牙管里吧 牙科针所里面 给人拔牙 他拔够了 后来我就糟蹋他了 我说你是 把所有的该拔的牙也拔光了 不该拔的牙也拔光了 他确实就是 把不该拔的牙也拔掉了 因为他当时不是个好学生 他学医的时候 光学会了拔牙 没学会像牙 结果把牙拔光了以后 他就不搞了 他就去写小说去了 不是科白出学 所以他不能叫牙科医生 他叫拔牙医生 专项拔牙 所以他后来 他那个小说星际里面 就有一个叫鱼拔牙 对 所以就在这次活动上 我们就个人讲了 我们的关于 为什么要写小说 为什么要搞文学的 一些原始的想法 那么这里面 当然有一半的调侃了 是吧 是 刚开始的时候 你说一个人写作 如果完全说 你不带任何功利目的 这是不诚实的 是吧 对 因为这个社会大中 如果没有功利的事情 谁也不会干 是吧 但是你说 我们就是真是为了 因为要写小说 要画上皮鞋 画个手表 那也把我们看得太低级了 是吧 我想真正的 原始的最大的动力 还是来自对文学的热爱 因为我们在写小说之前 都是一个读者 而且是一个痴迷的读者 读多了以后就约约欲试 是吧 然后就产生了对于文学的梦想 或者是幻想 是吧 所以希望能够 自己也变成一个作家 写出书来让别人看 我想这是我们写作的 最大的动力 那么至于后来 现在我小说也发表了很多了 多家之名也得到了 是吧 那么也有人问我 现在你还有什么样的理想 在支持你继续写作呢 我想了半天 我说依然是对文学的热爱 依然是对小说艺术 这种美的追求 我认为这个小说的美 语言之美 是无法代替的 也是没有止境的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唯有热爱可以涌存 我想这个 让一个人 得知不倦的 一生都在努力的 干了一件事情 那热爱 我想是最重要的这个 理由 说 和原因 您的小说 大家都非常喜欢 评价也特别高 而且我们都熟知的 他拿了 诺贝尔文学奖 这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或者说前无古人 那在这个点上 我特别想向您请教一下 就是 以您一个专业作家的视角 一个成功的小说 或者一个特别好的作品 它比较重要的几个特质是什么 我还是比较传统的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也是比较保守的 我觉得小说是语言的艺术 一部好的小说 首先我来看的 就是语言好不好 因为当时我在这个军艺时期 读书的时候 也经常去书店买书 我去买书的 第一个买的理由 就是我翻开 随便翻开一部小说的 其中一页 我读 我感觉这个语言很好 那我就把这个书买下来了 所以语言又美 或者说语言又个性 语言又张力 语言又作家自己独特的风格 那当然就别提语言 对我们的汉语有发展了 语言好说 我买这本书的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小说里边塑造了 令人难以忘记的 典型人物形象 那么这也是恩格斯讲的 典型环境里面的典型人物了 这个人物是在我们的 读过的小说里面 或者是意有的小说里面 从来没有出现的一个 独特的这一个 我觉得这个小说就赞助了 这两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点就是比较玄虚一点了 我觉得这部小说应该有一种 尤其是长篇小说 有一个独具匠心的结构 是吧 就是语言人物结构 那么就为了这三个特点 就是一部特别好的小说 那你自己写作的时候 是按照这三个要求去写的 我对长篇小说的结构 一直是比较重视的 因为当年我在这个鲁秀文学院 跟于华坐在一个房间里 我在写我的酒博 于华在写他的戏域装大喊 那么九国这部小说 我就觉得我首先是从结构上 做了一些这个努力 是吧 我甚至提出一个口号 就是结构就是政治 就是我们在文学小说里面 涉及到一些特别敏感的 政治问题的时候 有时候也许通过一个结构的变化 而是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是吧 所以长篇的结构 我是特别重视的 后来包括你现在这个红干的家族 是吧 那是一种组合式的结构 因为我刚开始写的时候 是几个中篇 后来把这几个中篇连贯起来 系列中篇组成的一个长篇 那么或者说 这叫穿唐葫芦的结构方法 然后写风鲁肥团的时候 就用了预和园那种建构方式 预和园外边有个园明园 预和园旁边有一个园中制园 是吧 那么我在这个 这个风鲁肥团的长篇里面 主体结构是七章 七章 后面有个七卜 这个七卜 就像它那个园中制园一样 看起来是独立的 或者说是相对独立的 但它同时又是一个整体的 过程部分 是吧 那么这个 在这个 松子疲劳 刚才下午我跟这个 于董也谈过 就是这个 用了佛教里的六道轮回这个结构 是吧 那么这个挖 就用了这个 小书信体和话剧的一种结构 那这个小说的前边的五部分 是这个 一个作家 是吧 写给另外一个作家朋友的 五封长信 是吧 那么小说的最后一部分 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话剧 那么这个话剧跟前边的五封信 形成了一种 相互参照的关系 或者说互相补充的关系 就是小说里面 不方便说的话 在话剧里有了 是吧 那么在话剧里有的话 可能小说里面 又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印证 是吧 那么这是这个 挖的结构了 是吧 那么其他的 每一部长篇 我认为我都在努力的 在结构方面做努力了 那么至于追求语言的变化 是吧 刚才我跟余花 跟什么 就跟这个 一种老提一话 以后不提他了 可以一种谈到 变成了一个老婆开的 热目 瓦说的人这个话题 是吧 瓦说的人对努力 相应的一种 比较极致的语言 是吧 因为中国作家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开始重视语言 是从阿诚开始的 阿诚的小说 那个三王 七王 树王 孩子王 那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 就是阿诚的 独具一格的 带着某种 半文半白的 那么一种 非常精致的 有张力的 那么一种语言 是吧 让人一看 哎呦 我没度过 这样的小说语言 是吧 所以从那个时期 大家都讲到 包括后来 石铁城先生也提到了 从前我们想解决的是 写什么的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要解决的是 怎么写的问题 是吧 怎么写的问题 是用什么样的语言写 用什么样的结构来写 是吧 我想这个 只有塑造人物吗 那共是我们的 最终极的目标了 是吧 我们做梦都想到 写出一个 像阿克一样 像祥蕾嫂一样 像孔一级一样 是吧 像这个 沈腾文笔下那些 水手一样的 那样一些人物 是吧 就是 不会被岁月冲刷掉的人物的典型形象 我们提到《红楼梦》 你可能别的忘了 但是林黛玉知道吧 是吧 贾宝玉知道吧 是吧 总而言之 任何一部世界名著里面 肯定都有让我们一个张口 就能说出名字来的一个人物 而且这些人物变成了某种性格 是吧 我们要些某一个吝啬鬼 是吧 你说他是个葛廊台 是吧 这是法国的名著了 是吧 我们也可以说是这个什么 这个乳林外史的那个 炎二先生 是吧 临死还伸了两个指头 要把一根油灯的灯线 还下去 所以我想我们这一代作家 确实是都历经了差不多四十多年的写作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都是第一在语言上 第二在结构上 第三在人物素质方面 一直在自自不见地努力 其他方面的 像追求思想性 追求现实性 都是存在的 都是有的 但是我觉得都不如刚才我们讲的三点重要 您刚提到的说特别好的小说 它就在塑造人物形象 其实背后都是在讨论人性 不同的作品 它对人性的展现程度 或者是解读方式不一样 我们也看过很多中外不同的小说 您觉得一个解读的成功的人性 应该是达到怎么样的效果 我觉得小说家实际上他不应该绕舌 在小说里 不能绕舌 不应该有他跳出来对人物进行解释 说你看这个人多么油滑 是吧 鲁星绝对不会跳出来 哎呀 这个想起来 多么可怜 这个地主 多么虚伪啊 是吧 他也不说这个 阿克多么多么样的这个卑贱啊 是吧 作家是不应该对作品里的人物进行评价的 他只负责把这个作品里的人物的言行 是吧 给这个用非常准确的语言 给描写出来 就可以了 那么至于这个人物的评价 这个人物到底是一种什么个性 这个人物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里面 到底占有一个什么位置啊 以及这个人物对后来的社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完全都是应该由读者来做出评判的 作家即便想到了也不应该说 那么当然有的时候作家对某个人物可能没有想到他有什么样的这种现代性啊 批判性啊 都是后来给他加的解释 那么这个好小说的一个特征就是他随着时光在慢慢的自我成长 你看《红楼梦》不断的成长嘛 政治家也可以从里面读到政治是吧 自己像鲁星讲的话一样 道学家读到了道学 佛教读到了什么轮回等等等等是吧 那这个我们的领袖读到了阶级度中里面是吧 年轻人读到了轻轻我我是吧 当然言之一部好的小说它具有丰富的内涵 巨大的弹性 而且它有一种随着时间而逐渐的成长的这么一种活力 所以好的小说是活着的像一棵树一样是吧 它不是一个僵化的东西 所以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实际上每个人读任何一本小说的这个感受 对人物的感知 小说中间人物的感知和他的经典形象的这个内涵 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对应该完全是这样的是吧 而且就是即便是同样一个读者 就比如说我30岁的时候读《红楼梦》 跟我现在的时候再来读 那对里面的很多事情的理解是不一样了是吧 我觉得当年你们北戴的岳大云老师 我们那个比较文学的这种 也跟你讲过课是吧 我们也听过岳老师的课 岳老师讲课真是很有 激情啊 激情崩溃的 讲了讲了 甚至就恨不得蹦到桌上去了 他跟我讲这个赵树里的那个小二回结婚里面那个三仙姑 是吧 他三仙姑 你们当年读的时候什么感觉 是不是感觉到三仙姑这个人 里面你我觉得那个县里的干部批评他 说你看看你五十多岁的人了 土质抹粉穿的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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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什么样子是吧 当时我们是跟着赵树里先生的比一块都的 我们也认为这个区干部啊 这个区长批评这个三仙姑是对的 就是你女儿都要找婆家了 你还天天涂着抹粉化妆像什么样的 哪像个老人呢 后来这个岳老师也说 五十多岁为什么不能化妆呢 岳老师自己也化妆了讲课的 我八十岁了呢 我为什么不可以穿红衣服呢 所以这个赵树里这个观念是个农民的观念 那么所以说这个 当然这个岳老师跟我们讲课的上个是八五年的时候 八五年的时候 你看岳老师也带用着我们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三仙姑这个人物 我们没有跟着作者那种设定的方向 来把它当作一个反面人物 因为那个时候事项已经解放了 对对对 所以可以从多角度来观察一个小说中间 或者戏剧中间的主角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 还有一个独立的评判了实际上 对 所以我们这个大量的优秀的作品是随着时间在成长的 即便是一个同样的读者 也随着他自身的年龄的增长 阅历的增加 对同一部作品的细节和人物又不断的有新的理解 所以这个要求作家真的不要讲得太明白 我先插一个广告 穆远老师的所有的小说中间 尽管红高粱很有名 蛙也很有名 但是我读了以后 我首先推荐的是《生死疲劳》这本书当初 当然后面出版的晚熟的人 作为穆远老师的就是最近十年的中短片小说节 我也特别推荐 原因是因为我发现这个风格改变以后的简练 和对经典人物的个性的描写 我觉得是越来越靠近那种抓住人物的典型特征 的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我在我的短视频中间也推荐了《生死疲劳》这本书 我是这么说的 不知道穆远老师可能不同意 因为我说如果你要只读穆远老师一本书的话 首先读的应该是《生死疲劳》 当然我这个可能有点说得过 这是我个人感觉 因为就像穆远老师刚才说的 就是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人读书的不同的看法和感觉 这是我推荐这本书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我觉得在一个表面的六道轮回的设计的 这样的场景的背后 实际上讲述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和一个人本身在此生 你应该如何活着的一个深刻的道理 这是我读这本书的感觉 我讲完这个书以后 我先让给雨辉 小孙今天听说穆远老师来也很兴奋 希望跟穆远老师同台也对话一点 所以我们先下去一会儿 把小孙给替换上来 他来的过程中间 与会你就继续对穆远老师进行采访 好吧 希望我们今天晚上采访这些问题 能让穆远老师感觉到放松且有价值 当然您自己有特别喜欢 想聊的您也可以 那没问题 我特别好奇一个东西 就是因为我看您的书里头 就您刚提到的语言人物结构 它其实一直在进步 一直在变换 您的文学之旅最早开始 谁的作品给您影响最大 或者哪些作品 我这个辍学很大嘛 当时因为文化大革命 就是停科闹革命 我就不上学了 家里回去放牛了 这个时候没太多的书可读 读了很多红色景点 红色景点 什么我去读的第一部 就是《吕连云星传》 是这个山西作家马芬和西仁的 后来也读了什么 《探平灯》和《万情浪》等等 总而言的那个时候 就是读的我们老师有的 我们那个老师有很多书 后来也是三国演义 风传演义这几大名著 然后再读的就是后来 这个什么那个 我大哥嘛 留到家里一些鲁迅的作品 鲁迅的短片故事企业 但是真正让我受益 匪浅的 让我反复阅读的 是我大哥当时留到家里的 一箱子中学的语文教材 语文教材 因为他1962年 他是考上了华士大 华士大中文系了 那么他读初中的时候 读高中的时候的 高中的和初中的语文课本 语文课本里 他当时写了 选了很多的小说呀 像什么孙黎的小说 赵叔黎的小说呀 许光耀先生的平原烈火呀 以及普徐金的呀 什么毛顿先生的林家铺的 曹玉的日出啊 北京人啊 郭沫若的唐笛之花 屈原呀 是吧 包括这个什么古典文学的 说月全传里的 岳飞腔条小梁王啊 梁山里面的这个林教头 夜宿善神庙 包括什么康敬之的 李逵复经的杂句 等等等等 因为这一批教材 输入我们家的财产了 所以每到下雨阴天 刮风的时候不能上工 是吧 我在家里反复地读这些东西 那么这个让我就是 尽管都是比较短的 有的是节选是吧 但让我一下子 打开了很多的窗口 了解了很多的作家 剧作家 外国作家 中国作家 古典文学作家 诗人是吧 所以这一套这个中小学 初高中的语文教材 对我帮助很大 所以尽管我是小学 没毕业的辍学在家 但是在语文方面 我都通过自学 绝对是补上了 初高中的课程了 明白 包括当年那个毛主席 在选到课问里 反对党八股 包括陈伯达的文章 什么纪密特洛夫的 在那个什么法庭上的辩论 这些我都赌得很熟 而且也没有其他学科的干扰 只学语文 别的我 也不用学数学 别的我学不懂 别的学不懂 没机会学吗 后来我真学过一段数学 那就是到了1976年 我当兵运后 当时在黄县 就是现在的龙虎了 是吧 那个时候 77年的年底 突然告诉我 让我第二年报考 我们解放军的一个 工程技术学院 学这个电子集团机的 中章维修的 那就逼着我来自学了 我一般家里的让我哥 把他们的中学 这个数理化的教材 寄给我 我自己 自己学 那个学的难度 都太大了 但是最后 我还在学到 能够不太正确的 这个来解除 一元二次方程 是吧 化学的一些 最基本的这种方程式 物理学学到了 正理加速度 等等吧 不学了一点 包括这个 这个什么 数理化 历史 地理 那个都是 那个找不到 这个老师来辅导 而且白天 我要站岗值班 在这我听懂 就莫言老师 他语文好 其他差 虽然我语文没有学好 但是我其他课也差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 我跟大师 是有相似的 我这个 我觉得我这个 如果是从小 就是认真的 学数学的话 我的数学 还是应该不错的 因为我觉得 我对这个数学 还是很感兴趣 对一些数学游戏 也还是比较入迷 比如说也喜欢 下下象棋 这类的 象棋就要算 其他的学科 对写作的丰富度 和复杂性 是有帮助的 当然就是说 这个数学好不好 并不能直接的 影响到一个作家的 写作水平 但是如果你在数学方面 有一定的训练的话 我觉得可能间接的 会对一个作家 起码你是在写的时候 对这个章节的这种设置 对这个结构 没准有一定的帮助 那同样是语文教材 在您那个时代里头 语文教材就能帮您 打开文学之路 而且是您刚定义 影响最大 但现在的孩子们 看完语文教材 觉得 就索然无味 甚至都气如鼻吕 您觉得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 那这个也是个客观存在 现在就是说 这种课外的读物 太多太丰富了 是吧 以前你想我们要为了 借一本书 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是吧 就是一个村子里面 有几套书 随家有一本 什么书是了如指掌 是吧 那为了借这个书 你要跟人去换呀 要跟人帮人做事呀 是吧 现在哪家的孩子 不是一堆一堆的 是吧 你说一麻袋 一麻袋 都是一点不夸张的 过一段就会清理出来 几大箱子 是吧 或者是击回老家伙 捐赠给哪个地方 因为现在孩子 第一课外的读物 各种各样的会们 太多 第二那么稍微大件的孩子 他们也接触了网络 也接触了手机 那上面可以看的 有趣的东西 就更多了 是吧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相比较 我们语文课本里 所选择的那些东西 就没有那么多的吸引力了 这也是一个客观的现象 文言老师 如果我们假设 如果您生在今天 这个穿越过来的 然后呢 是今天这么 电子产品 科幻讲 有点泛滥的 这么一个时代和阶段 你还能具备 自己小时候积累的 那些语文功底吗 真是有点鲜了 我们也没法 没法真的就是 让我穿越到这个 变成现在的一个少年 是吧 但是我现在设想一下 现在的少年 是吧 也有很多 对写作有外号 而且出手也都不凡 大多数孩子 我想他没有像我们那样 那么集中的 那么多人的 对文学产生兴趣 你像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 是一个天文数字 是吧 多数在数理化不太好的 而多数也没有 其他条件学数理化 自学数理化的 基本上都把兴趣 转移到业余写作上来了 所以那个时候 一个刊物 文学刊物的编辑部 据说每天收到的 业余作者的稿件 是用麻袋来装的 真是一麻袋一麻袋的 因为我去过 河北保定连池 这个编辑部嘛 它是保定市的一个刊物 是吧 也发表了 我处女作之后的 连续五篇作品 都在那发的 我去那个编辑部 就看到每一个编辑 这个桌上 罗子就是高高的 就用自由来搞 是吧 你那会儿 业余作者 业余作者是太多了 现在是不是还有那么多 业余作者 我就不太知道了 所以我就有一个 很现实的问题 文教老师 你看您讲的 这个生死疲劳 或者说这个 毛泽文学那样的作品 蛙 它都是记录 几十年前的那些时代 那么你觉得 在今天的这个大背景下 这个时代 就是最近这一二十年 在现代的这种 商业社会的背景下 这个时代谁去记录呢 这个我想这个 每一个作家 在某种意义上 都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员 书记员 是吧 这是巴扎克的话 是吧 因为我记得当时 这个 那个 陈忠实先生 写白录源的时候 前边匪业上 就摘了这句话 但是这个记录 肯定不是如实的记录 不是说 失魂发生了什么 我就记录一下什么来 是吧 而是一种艺术化的记录 就是说 你要通过作家的 形象化的 创造性的劳动 是吧 塑造出典型人物来 是吧 然后让这个典型人物 置身于那样一个 典型的环境里去 是吧 通过这样一种东西 来让读者 后来的读者 是吧 艺术的了解到 想象到 当时这样一种 社会现实 所以我在写这个 WAB的时候 我也有一个 当时对自己的明确的要求 就我这个WAB 绝对不应该成为 计划生育的编年史 我是把这个计划生育 这个社会的这么一个政策 这么一个政策 当作我的人物 赖以活动于期间的一个环境 我的人物就是在这样一个政策背景下 工作生活的 我的着力点 还是要在写这个人物 写这个妇科医生 写他作为一个妇科医生 那后来又担任了计划生育的领导工作 是吧 那么他的职业道德 跟他的工作职责 他作为一个妇科的产科医生的这种职业道德 那么就是欢天喜地的接下来 一个有一个的健康的孩子 让产妇的家庭高高兴兴 变成一个大喜事 那么他作担负的这个职务呢 又是反其道而行之 这就产生一种巨大的矛盾 那么这样一种矛盾 恰好构成了塑造一个典型人物的 一种内在的力量 这个矛盾越深刻 冲突越尖锐 那么这个人物内心的这种斗争 就越激烈 就越痛苦 所以这个小说 咕咕到了后来 到了晚年 是通过他的丈夫 不断地塑造一些泥塑的娃娃 是吧 来排解他内心深处这种隐痛 是吧 也通过他这种失眠 他这种自念自语 是吧 来表示一种 他对自己的这种行为的检讨 忏悔 是吧 他也无法解决自己当时是正确 还是错误的这么一个答案 是吧 因为他站的脚都不疼 我是完全听组织的话 我要旅行 旅行我这个旅行 我这个计划 是为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职责 这是神圣的任务 是吧 但另外一方面呢 我是一个复科医生 是吧 我当然愿意双手拖出一个个的 是吧 赤子 是吧 我看到产妇脸 产妇脸上疲惫的微笑 看到产妇的家人 性高惨烈 是吧 我走到哪里都受到人们的欢迎 和我后来搞计划中 也走到哪里都受到人家的这种指责 总之我们的老师 当时我在北上的这个导师 佟清明老师 也对这个挖的这种内心的这种 人物的悖论做了分析 所以这种悖论产生的张力 就是姑姑这个人物 变成了一个小说人物画廊里边的 一个独特的这一个 是吧 是吧 我作为读者给沐妍老师 至少机会难得 也是一个反馈 挖这本书 大家可以去拍一下 大家可以谈一下 这个电击技术现场同学 挖这本书 是我读沐妍老师的第一本书 而且读完了以后 我就感受到沐妍老师说那句话 就是你说你写的长篇 是追求一种冲击力 写的短篇和中篇 追求的一种象征意义 我就深刻的感受到了 挖这本小说带来的冲击力 当时我跟雨晖还交流过 我说读完沐妍老师这个小说 感觉内心就两个字叫悲怆 就是翻江倒海的那种情绪 通过这么一本小说都能体现出来 而且我还通过挖这本小说 某种程度上读懂了 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 就是它这块土地 历史上发生了这么多故事 这么的有生命力 不管是什么样的政策下 就是人们总是去努力的生活 努力的去工作 努力的去完成任务 然后包括得做一些调整 做一些转向 非常的剧烈 所以当时读了以后 他肯定是有各种侧面的解读 但是我就读懂了 我们为什么能在这块土地上 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 过上这样的生活 其实姑姑他这个人物有多面性 就是他有内心的这种忏悔 他也有自己的荣光 但是我从他身上 我就看到了很多 我们中国奋斗者的影子 他很有能量 他做什么事情都是很有能量 包括他最后在纠正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有能量 有这种感受 这个蛙反正也是在结构上 刚才也讲的 最后那部话剧 这两天正好4月19号到20号 俄罗斯普什麦列克福 就是彼得堡前面的一个城市里边 那个叫普希金剧院 就把这个蛙的话剧 办上了舞台 我看他们几个专家 包括网友们的评价 还是相当高的 他们就是通过这个话剧 是对中国社会的一个了解 他们我看着有一条评论 最让我心动的说 他这不仅仅是写着中国的一种现实 就是这个实际上涉及到了 实际上涉及到了普遍的人性 人对生育繁殖 人对自己的这种种族的 这种繁衍的什么样 一种天然的追求 以及对这种追求的这种一种阻碍 之间产生的这种矛盾 所以他们下一步可能是这个话剧 会在俄罗斯巡演 这个也是挺令人感觉得欣慰的 在之前您刚提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 好像是文学的黄金时代 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是王王老师 还写过一个说 奉劝各位有志青年 不要拥挤在文学这条阳场小道上 当时都奉劝大家 你别写了 人太多了 但现在年轻人提比的已经很少了 您觉得这里头主要原因是什么 是你们经历了一个更加激荡 而且巨变的年代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 那个时候像我们这些人 真是通过自学的方式要成才 除了文学比较可能性大一点 其他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然也有几个别的 像华老公这样的大数学家 他是初中毕业通过自学成为数学家的 但大部分的搞科学的 搞自然科学的 如果不在大学里面 要成才是相对比较难的 因为他没有老师 没有试验环境 文学就是这样 一直比有一达的稿纸 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 就可以拿起别人创作 那时候就是做文学蒙人特别多 你刚才讲王蒙先生 大概就是1980年前后 是在北京青年报的星期刊上 这篇文章我看了以后 我很反感 凭什么你上去了 你不让我们上去了 奉劝大家不要拥挤 你成了作家了 你就可以我们没生作家也不能去做这个梦 我还是挺反感 当然我想王蒙先生讲的是有道理的 他这种劝告 起作用吗 我就是不起作用的 让一个人打消了自己 不当作家的梦想的时候呢 只有是不断的投稿 不断的失败 他一看 哎呀 确实是写不出来 就算掉了 所以从这个影响来讲 这些地区级的刊物 对培养作者太重要了 所以我想如果没有河北宝丁时的莲池 已经没有今天的作家墨言 因为我当时写那么多作品 不断的寄来寄去 结果是因为莲池 这一个老编辑从自然来稿里面发现了 然后一步步的就是把我扶植起来 这是太重要了 您的作品中大量的 其实有很多的共性话题 比如说谈到母亲 或者谈到母性 谈到土地 谈到人性 谈到故乡情节 您觉得特别多的这种话题 或者特别多的文学作品 读到最后能给读者带来什么 我想这个作家所思索的 肯定也是希望读者继续思索的 作家自己感动的事物 他肯定是希望能够感动读者 作家自己希望的东西 恐怕也是他愿意读者也希望 所以我的小说里 你想写母亲 写人性 写战争 写灾难 等等 我想最根本的一点 就是我还是要写出人的丰富性来 写出人的情感的复杂性来 尤其是到了后来 我的一些作品 要塑造出人类的顽强的生命力 以及人的顽强的 跟自然斗争 跟时间对抗的这么一种意志 这个我想在这个松入隋团 这个作品里边 其中写了一个鸟儿 还这个人物 也代表了我的某种理念 这个作品我还没有彻底完成 将来我也许再把它写成一部话剧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我们山东省高密县 也出现了一个全国文明的人物 就是一个叫榴莲人的 他是1944年 被日本人抓劳工 抓到北海道去挖煤 后来跟他一块去的人 他们就是在到了日本挖煤 因为不堪虐待 就打倒了监弓 自己跑到山上去了 后来1945年 日本不是投钱了吗 跟他一块跑到山去的人 也陆续地在搜山活动当中 被日本人抓走了 因为他身高马大 力量也比较强 所以就他一个人逃了 然后他在日本山里一直待了13年 到1958年才被日本猎虎发现 然后通过华侨组织引渡回国内 那么这个人就在日本的深山密林里边 孤独地生活了差不多14年 13年半的时间 那么是一种什么样的顽强的力量 支撑着人活下去 当年1984年的冬天 1985年的春节 我回去 我当时在军艺上学 我回去探亲的时候 也专门骑着弟兄车 跑了一百多里 去他家里去探望 采访这个老先生 当时他已经80多岁了 身体还非常好 剑步如飞 挑了一袋两桶水 剑步如飞 大时候他在日本山里 受了那样的非人的虐待 一般的就是不单身 活下来就是个问题 人家活下来了 而且活了将近90岁 然后到了90年代之后 还不断地去日本打官司 要赔偿 所以像我们高米的先贤 我认为他就是了不起的英雄 尽管他没有开一枪一炮 但是他用他这种顽强的意志 能够在一个山上 跟鸟兽威武 吃着树皮 吃着各种各样的野果 活了那么长久 尤其是日本北海道的冬天 那是滴水成冰 他竟然都没有冻死 所以这个人 一直让我念念不忘 所以我在这个风鲁飞腾 这个人物身上 也描写了这样一种 人的力量 人的巨大的生存浓力 人的钢铁般的意志 那么最终 什么样的一种力量 只从这个意志 那就是乡族之情 对故乡的 对亲人的思念 就会有世界的 对这种语言的探索 因为他到了 到了一段时间以后 他突然发现自己 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了 那么这个时候 他得天天自念自语 跟鸟缺说话 跟树木对话 就是为了自己保持 能够讲汉语的能力 他这个时候认识到 语言就是祖国 如果我不能讲 我们的中国话了 那我这个中国人的身份 就无法得到证明了 是吧 这一点都让我特别感动 我在长篇小说里 写了一个章节 但是我觉得言由未尽 是吧 我将来肯定要写 专门为他写一部戏 把这个人物塑造一下 总而言 这就是长篇小说也好 话剧也好 最终都是要落实到写人上来 写人性的复杂性 写人性的这种 你说他刚的一面 弱的一面 是吧 烈的一面 当然也有软弱的 总之我想人 他是立体的 我们把人性简单化 把人物简单化 这个小说或者这部戏剧 肯定是不会成功的 只有写出丰富的人性的 多个侧面 才能够让人幸福 这个我们的先贤们 已经为我们做好了 做好了很好的榜样 我是十天前 我跟我的两块装墨讯的 另外一个专友 王正先生 我们一块去了景阳港 是吧 就是景阳港 就是我就想起来 史奈安先生当年在水浒传里面 描写 阳谷 阳谷县的景阳港 辽城 辽城 描写武僧打虎 他把武僧打完了 第一个老虎 不是又看到了几个猎户 化妆的老虎吗 武僧一下子贪了 刺散秀 一把拉扯了 我都全部的经历 打第一个老虎 已经全部耗光了 你又出了两个 我肯定死了 那我看这一点 就是史奈安的高明之处的出来 武僧是个人 让我们知道了 是真实的人 他也有怕的时候 第一个老虎 他没有办法 尤其写他上山的时候 人家那个店里说 你三万不过港 他因为人家骗起来 你们就是为了 我住一夜 给你们付店钱 然后又往前一走 还出了个广告 还不相信 最后又往前一走 看到了官府的告示 确实说是有老虎 打成伤人 你们最后的结伴 在天亮的时候过港 他相信 原来是真的 但这个时候 我要回去 人家肯定笑话 刚才吹了大牛 没有办法 他写了武僧的 情感的一波三折 写了他的动摇 软弱胆怯 但他最终 还是把老虎打死了 所以你看我们的 前辈作家 塑造人物 就是把人当人写 即便是写英型 我想也要写英型的 各个侧面 这就是给我们 树立了这种光规的榜样 我们在后来写的时候 也基本上是遵循了 这个原则 就是把人写的一个 完完全全 真正实实的 所以90年代的时候 我也总结了 自己的创作的 几条准则 第一是把好人当坏人写 第二是把坏人当好人写 第三是把自己当罪人写 当然这话就是为了提醒自己 讲的一点绝对 是吧 把好人当坏人写 其实它的真正含义就是 我要写好人身上的另外一面 对 好人也有他的心灵当中 也有这个阴暗的想法的一刹那 即便是一个大坏蛋 他偶尔也有人性光芒的闪现 我觉得有一部电影 讲那个大独裁者 讲这个希特勒那个人物 他好像是一只小蜜蜂 是一只小鸟 一个小昆虫 被柴死的时候 他也很练习的 把他弄起来 那么这说明 这个即便像希特勒这样的 这个人类公敌 他身上依然有人性光芒的一闪现 那么这样一种描写 是不是就是破坏了这个人物呢 没有 恰好是让这个人物公交可信了 就是把好人当坏人写 把坏人当好人写 另外就是把自己当罪人写 那么这个鲁迅实际上 晚年对自己是进行了深深的剖析的 我觉得一个作家 创作了半辈子之后 就是应该向内看 审视自己的内心 就是你不要老看着别人的毛病 不要看着别人的坏 要能看到自己的坏 自己同经的坏 自己脑子里面 心里面的 想做坏事的那种想法 是吧 那直接把自己毫无留情的 坦率的写出来 那我觉得这个作家 才真正的完成了自己的三部曲 是吧 叫论记不论心 论心无完人 这个你就更加失望了吧 就是英雄也有可能是胆怯的 圣人也有可能是卑鄙的 坏人也有可能是善良的 但好人也有可能是罪格的 我们看了很多的文学作品 之后发现没有完美的人 那就是有个比例的问题 就是说 以前讲这个一个人 这个一辈子做点好事并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制作好事不做坏事 后来大家开玩笑说 一个人一辈子直做坏事 不干一件好事也挺难的 也挺难的 对 他有时候也会做一点好事 我有一个好奇 老师 就是您刚提到了 作品里头 把好人当坏人写 把坏人当好人写 把自己当罪人写 这样人物就因真实而可信 我们也确实知道人物完人 有的时候人是卑鄙的 有的时候人又可以产生一种高尚 人在群体面前做出牺牲的时候 他是高尚的 但一个人 如果我们说君子不弃暗示 对吧 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 可能又是卑鄙的 那我们读文学作品 发现人是如此的充满缺点 如此脆弱之后 但是又没有办法把自己修炼成圣人 那您说我们看这个书 最终对于个体的作用在哪里 我觉得对个体的作用 就是教会我们遵循功德 是吧 遵循功德 刚才讲这个不弃暗示 这是很难做到的 是吧 我们过去也讲这个 在祷堂里面没有应兴 在祷堂里面也没有元帅 就讲着一个秦务兵 如果跟着他的手上去洗澡 过去那么大祷堂 当你这个将军 跟你一样 一丝不挂地跳到澡堂的时候 你现在让你站起来 跟他行回军礼 是不可能的 是吧 你感觉这是一个衰老的老人 是吧 你看看那个马尔克斯西 那个迷糕 就是说他一个人 泡在那个泡满了药汤 那个池子里面 就是一个受过离巡的 肚子突出的联系在一起 是吧 那么在这样一种环境里面 就是每个人的另一面 就是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一面 他会显示出来 但是我们这个社会是需要礼仪的 是吧 我们中国 尤其是中国社会 是吧 我们一直是特别正式理解 礼仪 社会公共道德 是吧 就是你知道 每一个人都有作为普通人的一面 但这一面应该克制 不应该在不能表现这些东西的地方 变焊出来 是吧 所以这个世界的对个性的 是吧 对人的本能的一些控制 那么这就是教化 这就是教养 这就是文化 是吧 正是因为这个礼节的 礼仪的教育 使我们人类社会 能够变成了一个文明的社会 那如果说礼教 更多的是一种说教 那同样的作用 也是处于教化作用 那您觉得小说 它跟礼教这样的区别 小说那么就是通过 人物的形象来说话了 是吧 小说一方面 通过这样的一些具体的描写 让我们知道所有的伟人 也有平常人的一面 是吧 但是同时我们也会用小说 来让大家认识到 一个即便是最普通的人身上 也有圣人的光芒 也有圣人的 它也完全可以做到 圣人的就是这种 怎么说呢 英雄的一些举动 是吧 就是说这个 首先让大家认识到 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那么然后我们通过 这样一种对他人 对自己的认识 才能够更加理解到 我们这个 维持社会功德的必要性 这才是一个文明社会的 这个重要的一种约束 是吧 那么就是说 我们知道 大家都是凡人 我们会破除迷信 是吧 破除迷信 就会是自己成长的 更加的顺畅 是自己这种自尊心 个性 得到一种 更充分的发展 是吧 这个我特别有体会 就是我们今天 很多朋友 生活在现代社会里 这个节奏比较快 压力蛮大的 所以很多人都有 这种抑郁的倾向和感受 如果看了小说以后 它确实能够缓解 因为小说里边 就像莫言老师 你刻画的很多 平常的人物 这些平凡的人物 在现实生活中 都能找到缩影 那读者看了以后 往往能有一种 内心的这种投射 就是蛮减压的 我顺着语慧 刚才说的问一个问题 就刚才请莫言老师 签名过程中 有一系列 我们东方真选的 年轻主播 明明 蓬蓬 贝贝 钟灿 他们很多人 都是95后 就是莫言老师 你设想过自己 会受今天 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 这么的欢迎吗 就是这是在你的意料之中吗 以及你希望 他们看你的作品 又能看到什么呢 首先我始终认为 自己没有这么老 尽管客观的 一看68岁 确实在当年农村的话 就是一个很老的人的 一个岁数了 68岁了 你快70了 但是在内心深处 老感觉到自己 没有这么大 老感觉到自己的精神 还是比较年轻的 而且跟年轻人之间 感觉到不应该有什么样的 不可预约的 这种理解的障碍 许多事情 我觉得都是可以沟通的 我想这是不是 跟我作家 这个特殊职业 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作家一天到晚 在琢磨人 一天到晚 在通过自己的这种笔 来塑造人物 我在这个小说里 既可以写老人 我也可以写孩子 我也可以写年轻人 那么当然 我要写的准确 写的让大家幸福 必须建立在 我对这些 各个年龄的群体 的充分了解之上 那么因此 这就让我有了一种 跟各个年龄层的人 沟通的这种 必然性 或者必要性 所以我昨天 给他们录音的一讲 我说我今年68岁 雨晖30岁 我们相差38年 但是我觉得 差的没那么多 没那么多 因为我们在一起聊起来 一起聊起文学来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对很多的 文学作品的看法 应该是一致的 那当然了 我想这个年轻人 可能对某些人物的理解上 有自己的视角 有自己的角度 可能我更幼稚一些 也不一定是幼稚 他之间青春的视角 跟苍老的视角 肯定是不一样的 而且你说哪个准确 哪个不准确 这都很难说 所以我想 我20岁时候 理解的贾宝玉 跟我现在理解的贾宝玉 我觉得都是对的 你不能说 用我后来的我的观点 来否定前面的我的观点 您刚提到了百年孤独 百年孤独通过 讲几代人的故事 然后我记得 那个书的第一句话 是多年后上校 站在那个 就是叫什么 叫做 什么场上 面对行刑队 对面对行刑队 他站在那里 然后回想起多年前 他开头第一句话 就非常有特点 就是好多年后 那一刻 回想起多年前 就是一种时空的扭曲 和错乱感 让人们记住了 马孔多这个地方 好像也掀开了 辣妹国家血管 被抛开的 以一段历史一样 他的作品 最后人们记住了 马孔多 但是您的作品 让大家记住了 高密 如果说文学作品 是对人性 对于土地 对于母亲的一场告白的话 那您觉得 通过这么多小说 您最后希望让大家 记住您的故乡的什么呢 或您想讲故乡的什么吗 我这个一直很狂妄的讲 这个高密东北乡 我希望它能变成 中国的一个缩影 是吧 那这也是像马尔克斯 福克纳 这些国外作家 给我们的启发 也包括什么 夏洛霍夫 是吧 包括鲁迅这些作家 他们一辈子 也都写家乡 那个巴掌大 那么块地方 但是我想 他们通过描写 巴掌这块大的地方 的人和人的故事 是吧 解释了普遍性 普遍的人性 是吧 普遍的社会性 那么因此看起来 写的是大丸之地 但实际上 这个大丸之地 就是整个的人类社会的 具有了 整个的人类社会的共性 是吧 这也是一种辩证的关系 我想我通过 写我的高美中美香 那么首先还是希望 大家能够 受到我这个小说里的 种种人物的感染 是吧 你可以批判这个人物 也可以歌腾这个人物 喜欢这个人物 或者愤恨这个人物 但是通过这样一种 阅读 让大家认识得 人性的丰富和多彩 人的多侧面 人性的光芒 和人性的阴暗 是吧 从而让我们对人类 有更多的 更深刻的理解 那么这个基础上 也产生了一种 自我反思 你在通过对小说里 的人物的理解上 也反过来理解自己 是吧 所以最难的 是理解自己 是吧 你理解一个文学 作品的人物 也许并不困难 但是你通过 这样一种阅读 来反观自我 这个我觉得 就是一个读者 进入了一个 比较高的层次 的一个标志 所以您刚提到 你可以爱一个人 你也可以恨一个人 但你可能很难离开 或者忘记这个人 顾湘也是这种角色 顾湘这个就是一种 矛盾的存在 是吧 我在洪高来的 开篇里就讲过 高美东北乡 是这个地球上 最能爱 最能恨 最英雄好恨 最王八蛋的地方 是吧 有很多这个悖论 存在的 但是你在这个地方 生活的时候 千方百计的 想逃离它 离得越远越好 希望永远不要回来 但是你一旦离开以后 因为发现跟那个地方 有这个千丝万缕的 重脱不了的联系 是吧 所以我当年 当兵坐上了这个军车的时候 我就希望这个军车 开得越远越好 最好开到新疆去 是吧 我永远不想回来了 但是离开一年以后 当我重新 得到一个出差的机会 路过我的家乡的时候 一出车站 听到车站广场上 那个卖油条的小店里 正在用这个录音机 放我们那个高密地方戏 猫腔的时候 那我这是心里热鱼盈眶 非常感动 就感觉到 故乡 不单是有颜色的 而且是有声音的 有气味的 是吧 那个猫腔 那就是我的故乡的声音 是吧 所以人对故乡 这种感情是相当复杂的 那么尤其对一个 从事文学戏做的人 是吧 那么他跟故乡的关系 也会更会得到 有意的放大和强化 是吧 所以我们就要千方百计的 来发现自己的故乡 描写自己的故乡 是吧 那么这个东西呢 也只有在你离开故乡之后 也许认识的共家深刻 因为你离开故乡之后 你眼界也开阔了 你看到了别人的故乡 看到了城市 甚至看到了国外的 跟你的家乡 完全不一样的存在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你才能发现 你家乡的特殊性 它的宝贵的 这种先进的地方 它的令人不满意的地方 当然这一切 最终也不是目的 对故乡的这种 物质性的这种 诧异性的描写 当然是确定一个小说的 一种风格的重要部分 但是作家 着力的还是在写人上 写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承认 山东高明的人 跟意大利的纳布勒斯的人 在处理同一事物的时候 肯定会有不同的想法 因为价值观不一样 性格不一样 语言当然更不一样 但是我们在描写 这些特殊性的时候 共要注意 挖掘 共同性 那么这也是我们的文学和艺术 能够走向世界 能够翻译过去 被人家接受的重要的原因 那么这也是我们读 托尔兹泰读 巴尔达克 依然会受到感动 会热绿盈眶 会怒发冲冠 因为这些好的文学作品 是以人的普遍性 人性的普遍性 作为基础的 没有特殊性 形成不了一个民族的 一个作家的个性风格 如果没有普遍性 也没有共鸣 那么文学 就只能是地区的文学 个人的文学 成不了世界文学 所以之前我看过一种观点 就说这个 说余华老师 他那个活着 特别受欢迎 因为他讲的 其实不是一片土地上的故事 就是有好事的同事 也有坏事 有坏事的时候 也有好事 他几乎是任何一片土地 任何一个人的故事 从这个角度去说 其实您刚提到的 在您的作品中 也是 第一个 没有特殊性 就没有性格 但没有普遍性 就没有共鸣 我还听过一种说法 不知道真伪 就是说您这个作品 叫蛙 是因为在您当地的 蛙其实在民间 是一种非常好的 民间崇拜的一种作用 在里头 蛙是我们的原始崇拜 因为他就是多子 蛙 你看你到了夏天的 春天的池塘里面 蛙一旦产乱以后 满池塘都是那种 熙熙扬扬那种 乌鸦鸦的蝌蚪 是吧 对 它就代表了 肚子做出一种 强大的繁衍能力 繁衍的能力 是吧 所以我们这个民族里面 很多民族的 这种原始崇拜里面 都有蛙的图像 明白 你包括这个人类的 是多女蛙 是吧 我想来的仅仅是个 学医学医吗 没准也有跟青蛙 这个形象有一定的联系 今天是世界读书日 我问个挺现实的问题 就是现实生活 并不是那么的一帆风顺 很多网友 很多读者的生活 有各种各样的艰辛和困难 有一种调查 就是说很多人 是因为生活过于困难 以至于被压得喘不过气 进而没有时间 去进修学习和读书思考 所以在莫言老师 你看来是 更多的是生活的艰辛 导致了不阅读 还是不阅读 导致了生活的艰辛呢 这个我想这个话 如果是因为我说 要是因为不阅读 而导致了生活的艰辛 这个话我是不愿意说的 不是吧 你不要连累老师 老师已经很辛苦了 那我还是觉得这个确实是因为生活的艰辛 而影响了阅读的数量和质量 那这是一个客观存在 因为我自己有经验 如果我在农村每天同事着反重的劳动 所以我这个披星带月 我带着星星下地 然后晚上九点回来 那你回家就不可能再有时间来读书了 而且农村也没有电 但是说你回来就吃一口饭就想睡觉了 再一个就说你没有钱要买书也很难 我记得我当兵前为了买一套中国通史简编 就是范文蓝先生编那个 那会是四块五毛钱呀 七十年代初期四块五毛钱是一笔很大的钱 我的邻居一个人就买了一套 他说是买了两套 他实际上他买了一套他买不起了 找我 我看了一本我觉得真好看 然后我回家 我对了我母亲说这个事 我说哎呀这么一套书 我母亲也很矛盾 一方面这四块五毛钱 太不容易了拿不出来 一方面也感觉这个孩子有这种读书的这种 这种要求和愿望 最后我母亲还是拿出了她出嫁的时候 她出嫁的时候因为我母亲是个孤儿 后来我母亲的父亲和她的爷爷 给她的四块大洋钱 就是银元了 作为赔价 那就是我母亲一直珍藏着压箱底的 后来拿出了四块大洋钱来 当时县里的土产公司收购银元 一块银元卖一元人民币 就把这个卖了四块钱 然后又翻抗息 找出了错了五毛钱 买了这套书 那么我通过这件事就知道 当时买一本书来读 是怎么样的不容易 没钱怎么买吗 所以我说因为生活的艰辛影响了阅读 这是个客观存在 那么现在我想书有这么贵 书有这么多 很多人是因为缺钱 买不了自己想买的书 这种现象应该存在 但是现在就是这个阅读的方式 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过去我认为就是用手机阅读 好像是不如用捧那个书阅读 高尚 好看 但是用手机阅读实际上也是一种阅读 那它的价格就便宜得多 有一些电子阅读器 小小的一个屏幕里面 存着几百部长篇小说 那个就共加经济 所以想一些变通的办法 扩大阅读量 也就可以做到了 那有很多 比如说出版商 他弄你的盗版书 卖的很便宜 那我对盗版书 前两年我也是比较生气 我觉得几十年前 也曾经向盗书举报 我当然举报的不是说盗版书 是茂名书 就是用我的名字编的 但不是我写的书 超级盗版书 对 我说你如果 你如果要到我的什么 瓦书的人生的皮老八 是吧 前天上了一个人 聚了两本瓦书的人 什么那个匪业 什么都省略了 因为他要省一张纸 颜色什么都不对 但是我看了还是跟人签的 但是我告诉他 我就是用的盗版书 我知道你买了也不容易 我给你签了 所以对盗版这种现象 我现在是 我又不想表态了 盗吧 是吧 那就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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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从法律上来讲 是不应该盗 是吧 从利益上来讲呢 也不应该鼓励他们盗 但是他们还在盗 那就盗吧 好吧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小说里头 写故乡 因为不同的土地 它会运营出不同的人的性格 然后不同的性格呢 它最终也是会产生不同的文学作品 您之前也早期看过 大量的外国的文学作品 在您的理解里头 就是我们的文学作品 跟比如说世界上其他的一些主流文学作品 我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就是描述主体 或者说我们写作风格上的差异呢 而您怎么定义这个 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学 应该是有自己独特的地方的 这个我确实还进行了一点 强迫的研究 我觉得我们中国小说的 古典小说的传家宝 看家本事是白描 白描 你像我们读水火传 或者读什么红楼梦 这些经典读乳林外史 作家很少对这个人物进行心理描写 他不写他心里怎么想的 他也更没有意识流了 他主要来写人物的动作 语言 讲他的口语 就是像鲁之神也好 李逵也好 武松也好 这些人物 王岐峰也好 这些人物是通过他的自己讲的话 把他的性格表现出来 所谓的未见其人 先闻其生 而西方小说可能是 借助有一些 仍长的心理描写 来刻画人物的性格 我们的传统小说 就利用白描的方式 直写外部的动作 写人物的语言 写人物的表情 通过这样一些 松动的细节 来把人物的性格 刻画得丰满而完整 所以这两种 其实就我们的小说风格 更方便于读者去揣摩 我觉得我们第一 共含蓄 第二就是弹性 共大 因为作家并没有明确地说什么 留下的这种 共读者来发挥和想象的余地 共大 所以我就说 如果你能够熟读了 中国的传统的小说 你改行写话剧 是非常简单的事 话剧就是没有心理描写 就是人物对话 就是人物行为 但是话剧舞台上的人物的性格 那不是也是塑造的 非常的丰满吗 那么这恰合着 我们中国传统文学的长相 这一点我们确实要发扬下去 继承下来发扬下去 我问一个现象 就是我在读 孟严老师这个挖的时候 和读这个余华老师的兄弟 有一个共同的感受 就是当您二位写到现代生活 最近生活的时候 都给我一种非常荒诞的感觉 就我作为一个读者 我不知道孟严老师 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读者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呢 就前半部分觉得都挺正常的 一读到近代的这个生活感觉 就变得光怪陆丽 非常的离奇 所以兄弟给我这种感觉 蛙也给我的这种感觉 这个你这个判断 我是完全同意的 很多读者 很多读者也这么说 而且甚至可以拿我这个风入肥囤 来跟余华的兄弟进行比较 风入肥囤前半部分 从抗日战中 鬼子进吞开始写起 是吧 然后写了这个一个母亲和他的一群儿女们 以及他们的女婿们 之间的这么恩恩怨怨 恩爱情仇吧 是吧 那么历经了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以及这个解放以后的几十年 前面写到抗战 写到这些阶段 写到这个国内战争的时候 应该是完全是现实主义的 是吧 那么越往后越荒诞 那么这种荒诞有时候 并不是作家的主观的这种 主观的塑造 是吧 而是生活的真实 那你想我小说呢 写到了1958年 1958年的这种 大所谓的大跃进时期的 某些地方的个别的现象 是吧 一亩水稻什么产一万斤了 是吧 然后搞一种这个 莫名其妙的 家储间的杂交啦 是吧 让兔子跟绵羊杂交啦 是吧 那么这都是 确实是在某些地方 发生过的事情 是个别现象了 是吧 那么该不该先另做讨论呢 有玩意说就是我们那 对对对 那么但是这些现象写出来 看起来是极其荒诞 是吧 但它是当时的生活 真实 是吧 那么越来到了这个改革开放以后 改革开放以后 许多问题 各种现象是这个非常复杂的 是吧 对 非常复杂 有的人持有计划生地时期 计划经济时期 那样一种观念和思想 是吧 有的人甚至是 持有了很多完全西方化的思想 是吧 就是各种观念 各种行为 意识之间纷纷登场 是吧 因此这个社会上也出现了很多光怪 陆离的这种复杂的情况 那如果作家把这些东西 真实地记录下来 也会让读者感觉到眼花了乱 有的很荒谬 也有的这个令人感觉到不可思议 是吧 所以我想 愉快地活着 跟我的这些 挖也好 风如飞腾 这些小说的后半部分 之所以带有了荒诞色彩 是生活 本身所具备的一些东西 我们只不过是做了记录而已 不是老是荒诞 是确实就能 是生活荒诞 别怪作家 这个当然作家也有责任了 是吧 也有责任 你作家为什么老写荒诞 不写不荒诞呢 是吧 这也是我现在正在考虑的问题 开始反思了 反思反思 我们一直在反思 所以我们对这个 网上的呀 什么这个生活中的一些 对我们的文修作品的批评啊 一直是吃一种 非常开放的和坦然的态度 是认真思考的 是吧 不会说是 人家批评 我就不高兴了 就蹦起来了 没那回事 是吧 我会为很多批评的 有理感觉的感动 感谢 也会有很多批评 不能接受 而感觉的遗憾 是吧 但是没有仇恨 是吧 允许人成为人 而且因为人的丰富而讨论 对 这个就是说 大家生活在这样一个 这么丰富的时代 是吧 多种观点 是吧 多种行为 只要不触及到这种法律 是吧 那当然都有存在的理由了 对 直播间里 如果是九五后的孩子 大部分是无法理解很多现象的 但我小时候经历过 就是当时家里竟然有人来 我们姐妹三人藏在菜窍里 我妈动不动还忘了 菜窍里睡了一下午 我是经历过那种生活的 你们也是经过了 我们是93年 我经历过家里 93年那会儿独中的政策 还没有结束吗 是吧 我们那还没有 我经历过家里 值钱东西都让人搬走 你有什么地方的 陕西的 陕西的 哎呀是 那个时候 确实是这个政策呢 有他的这种 有他的社会的必然性 是吧 我们这个童青明老师 也讲这种社会的必然性 个人的这种 个性的这种冲突 对 老师再垫一个点吧 用再垫一个吧 这个很好 需要加一个吗 可以可以 不用 不用讲 墨严老师 就刚才的这种态度 真的令人感到感动 因为我们在把文学作品 展现人性 展现一段历史 展现一些生活实际的时候 本质上也是通过很多矛盾和斗争 让大家看到 人不是完美的人 时代不是完美的时代 有的时候接受 并且承认他的勇气 甚至要大于逃离 或者是否定他的勇气 所以允许讨论 也允许批评 太牛了 我们先换个话题 我刚刚给了 宁老师一个写的对联 我也给小董写了个对联 给小董写的 小董写了个对联 请同意一下 大家 感谢 左手写的 右手写的 这是右手写的 这是右手写的 直播间里 开心雨 开心雨 联合国中看救灰 直播间对联合国 开心雨 你的名字是余辉 那么对联 在某种意义上 带着很强的文字游戏 完备惭愧 文字游戏 就不要去过分的 需要追求一个准确的解释了 比如说联合国中看救灰 你什么意思 怎么是救灰呢 你可以理解为 是旧日的光辉 你可以想象着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乔冠华带着中国代表团 在联合国 争取我们合法席位 大方光辉 那么现在一看就是 旧日的光辉了 你也可以感觉到 西方资本主义 已经衰落了 他们的旧日的光辉了 等等 也可以是我们对文学的意思 也可以说我们 变成一种 从文学方面来进行理解 总之直播间对联合国 一个很小的地方 对一个挺大的地方 感谢您 感谢您 莫言老师确实是与时俱进 包括在网上也很喜欢跟网友进行一些调侃和互动 我这个上网的时间确实不是特别多 我这个一边说受制有愧 一边赶快说起来 赶快说起来 赶快说起来 谢谢 莫言老师 其实雨晖也给你的写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小原情 因为他是93年生人 对 就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 那么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里边的一个特殊的行当 直播间 变成了这么样一个全社会关注的这么一个一个的小的中心 而且在这里产生了巨大的这种交易的行为 商品交换 商品交易 卖书卖货 而且他同时在卖物质性的商品的同时 也在传播主播 你和我的我们的对文学的对社会的对人生的一些看法 所以这样一种结合 那么就是互联网建立在互联网科学基础上的 一种新的产物 那么接下来这样一个直播间的行为 会被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代替 这个我们都不知道 现在我们回想一下互联网的历史 这总共有多少年 有20多年 国内的话也就是 那中间就是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其实有一个构思 如果参考生死疲劳的话 可以写一下近二三十年互联网时代的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 就是一次次的穿越 一次一次一次的超越 一波波的浪潮 一波波的浪潮 你下一个什么东西成为热点都不知道 那得从最早的黄烟开始写 到门户网站 对 各种的屏幕越来越小 社交了到文语了 既然聊到了这个话题 莫老师 然后互联网其实现在对文学的冲击还挺大的 很多 比如说人会在网上看一些相对来说娱乐化的 短的 是时间更短的东西 然后大家其实就很少会花时间 当然也因为工作太忙 生活太忙 很少花时间去深度阅读了 您觉得这两个相比 深度阅读能给人带来其他差异 我觉得这个一般性的浏览 跟这种深度的反复性的阅读 它应该是阅读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 那些经典作品要反来复去的读 是吧 因为它也耐读 我们读这些经典 不仅仅是 因为这故事人物我们都很熟 但是我们反复读还是可以读下去 那就是语言之美 就是语言本身的审美功能带给我的逾越 是吧 那我在这个鲁远鲜的语言 什么读什么那个红楼梦的语言 就是语言之美 让我感觉到尽管情节我很熟悉 但是我还是愿意 这就跟喝茶抽烟一样 说个难听的话 明明我这个香烟的味道 我很熟了 天天抽 我还是要抽跟喝酒也差不多 所以读好书 语言之美 语言的审美功能 就跟烟酒对人的这种作用是差不多的 当然我这是一种挺低俗的比喻 大家发现可以不同意 您自己平常会读哪一类的书 我真是还是反复的在 要经常拿起来读的 这还是我过去读过的一些东西 前面上午下午我跟宇老师谈到那些什么国外的恶苏文学那些经典 当然这个浏览快读也很重要 比如说我要当一个评委 又来了一箱的书 二十部长篇 那怎么办 我一本本的读 第一我没时间 第二也没这个必要 那我就是快速的 把这二十本书浏览一下 有了个基本的印象 通过对语言 对主要的情节的判断 从这个二十本当中 我选出五本了 我认为是好的 然后我再精读这五本 是吧 那么这种阅读方式我觉得也挺必要的 网络的东西 那就是共长了 我也读过几部网络小说 凳之一千万字 是吧 一千万年 因为他里面有很多的 吸引人的这种桥段 是吧 有这个就很像这个当年的画本 就是他讲到这个紧要点 他会收钱 弃听下回分解 是吧 什么花开两朵各种一枝 是吧 就是网络文学确实吸收了 这个当年集市上那种 输输的那些传统 是吧 就是要抓住这个读者 他让听众你不要走 是吧 我到了关键点 我给你转折了 是吧 这个就是读者你不要走 我还没完 他实际上这个东西 要是一千万元 或者两千万元 这是三千万 这个一部小说 你让他 他本身他没有时间 精彪去读 是吧 他用的肯定的 最滑上的语言 是吧 你也没有必要去研究 他的语言 请你了解一个故事情节 就行了 沐昀老师 你找灵感 这个在网上和大家 交流开玩笑 说以前是抽烟 现在是喝酒 那这个有 你能给大家八卦一下吗 就是这些 著名的作品里边 哪些是酒后创作的 或者有多大篇幅 是酒后创作出来的 我这个抽烟 是抽到了2015年 当时我这个 一枪里边 有一个小囊整 说 医生的说 你别抽了 我得借了 借了以后 但是你这个 养成了抽烟的习惯 写那么几行字 就想抽一口的 怎么办呢 桌上倒上了一杯酒 是吧 想抽烟 喝一口酒 肯定是烈酒了 肯定是好酒了 是吧 好酒 但是牌子我就不说了 是吧 一说 又是可能有广告的嫌疑了 那么因为这种方式 就慢慢的把这个 抽烟这个欲望就克服了 所以从2015年戒烟以后 到现在一直也都没抽过 那么至于说 这个哪部小说 是因为烟写出来的 因为酒写出来的 这个就是 不好意思 挤一下 这个就很难 很难 很难来说 可以说是每一部了 是吧 总之在戒烟前的每一部小说 都伴随了很多的烟雾 是吧 戒烟后的很多小说 都伴随了很多酒气 要不就是酒气熏天 要被烟雾缭绕 所以这样跟小说 就建立了某种联系 我这样跟你问 你写的时候 你是喝点酒再写 还是不喝酒就写 我现在就是放着一杯酒吧 是吧 喝两口辣辣石头 就这种杯子 但是还是在梦里边 经常怀念抽烟的年代 是吧 你现在还抽吗 现在不抽 不抽了 不抽了 我经常在梦中 回忆起许多年前 手里扎着一只烟写作的时候 这不跟马尔克斯 那个担念孤独开头一样了 对 很多朋友问 这个三歌行 然后里头写的是啥 刚才介绍了 这是莫廉老师写的一些诗 我给大家翻开后面 从后面翻这给你看 黄河游 我爱写歪诗 旅背高人机 我刚到这我就想买了 我爱写歪诗 旅背高人机 然后呢 白马青牛 南童草 咱俩不一样 你别评价我 我也不认你 玄河何须通黄机 对吧 这何必呢 饭后古腹 油黄河 酒汉狂个 土雄义 这不喝真写不出来 有点李白疯狗 对 其实我买 我喜欢这道书 主要是 沐阳老师的书法 主要是什么 刚才你们介绍 我刚得到了一副墨宝 你刚才介绍没有 我希望你们这个关注一下 我跟王振先生那个公众号 两块砖默讯 这个是我们2019年创刊以后 到现在是一百五十一期 一百五十一期了 是吧 嗯 这里边就注重了一个是文革共生 我们想这个古人 我们现在看着的古人的著名的书法的法帖 是吧 那没有一个是当书法作品创造的 就是写信啦 写文章啦 是他留下的是吧 对 所以我们就唱到这个所谓文末共生 另外一个就是原创诗词 所以当年我那个老师 同学们老师2015年就跟我谈话的时候 就说你现在让你学外语 你学不会了 是吧 你学会了 你能学成什么程度啊 说没有必要了 但是在古典文学方面你好好补一课 是吧 你现在老写这种 七言八句的打油诗 是吧 你自己住房打油诗 但是所有的人都会按照格律师来要求你 你一旦格律师来要求那就漏洞百出嘛 处处现眼 我们不会穆雅老师 因为我们本身就不会格律师 但是有会的 问题就在有会的 你还能写打油诗 我们能写打水诗 我们能打油 这个穆雅老师这个是左手写的 你相信吗 这个不是吧 这个是黄河油 左手写 我都已经能分出来 你左手写的书法 又是写的书法区别 还是有区别 这个值得大家收藏 他出来的时候 不仅仅是因为那个诗写的好玩 因为沐妍老师这个诗呢 它是一长条的 我不知道它专有名词 它这个珍重的原作是三十米长了 三十米长 很长很长的 已经缩小了的版本 这个不知道缩小了多少倍了 但是呢 这个是中国著名的印刷厂 这个亚昌 亚昌印刷厂 也是我朋友那个万杰 他到现在全世界最好的艺术作品 几乎都是在这个印刷厂 就是他接的外国那个美术馆等的订单 非常的多 中国的美术馆订单也非常的多 中国那个就是革命史的那些图文并茂的那个作品 不少也在他折印 那沐妍老师这个书呢 从纸张的选择 就纸张的韧性很好 到这个保证这个字体的干净整洁 这个不失真 非常好 关键是大家想一下 就是中国很少有人能够左右手同时写书法 而且沐妍老师当初是为了纠正右手写刚逼字的那个 叫做怪性 习气 对 先从左手写起 左手写好了再回到右手 所以大家还可以看一下这个沐妍老师 右手互博呀 对对对 有不一样的感觉 自己打败自己 对对对 自己打败自己 这个圆座是 圆座有38米长 这个 太长了 这是 小心点啊 现在比冰冻坏 已经 哎呀 这个更长了 这个是 这是东庸长歌型 这个38米长 圆座 对对 方便 叠起来展示吧 展示一部分吧 对 展示一部分 叠起来 这个琴海洪业歌就更长了 琴海洪业歌是 这个可以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有志则式进程 你看这个 沐妍老师的这个 我因为看沐妍老师的钢笔字 沐妍老师的钢笔字和他的毛笔字是不一样的 他之所以不一样展示出来 是因为他先用左手练就了对毛笔字的 就是说无言的这种体会 又用右手把钢笔字给写了出来 反正我认识的名价中间能左右手写字 并且写成真的是能够上书法这个档次的 沐妍老师是唯一的 没有没有很多很多很多 有吗 左右手会的吗 有有有 反正 也有是吧 有 我左手也能写字 只不过我写出来的大家不认识 练一练就可以 所以我是把它当作收藏品来用的 另外呢 就是说这里面如果毛笔字看不清楚的话 宇慧刚才已经读了 有非常清晰的正直的这种 这个是文 对对对 而且呢 他们这个印的很漂亮 对 今天这 今天大家买的的是有 沐妍老师的那个签章的 亲自盖上去的签章 一个是叫做晚熟的人 是吧 大象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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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熟的人 是吧 他两套 一套是 一个叫晚熟的人 一个大象无形 就是 谁拿到哪个 就是有点盲盒式的 拿到大象无形 谢谢大象无形 你也不知道你收到的 这个签章的就是沐妍老师的签章 就是 绝对不是印上去的 是盖上去的 所以它是值得收藏的一个产品 尽管有点贵 但是从这个印刷质量到收藏的 这个感觉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 所以我是比较推荐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 对 余老师是准备要问八卦了吗 我 我要问八卦 就是 沐妍老师你小时候尿床尿到几岁 他写过那个小时候快船 我都温盐老师的速度都很仔细 我尿到十二岁 温盐老师你相信吗 我比你还是好一点 比你还不如 我十五六岁吧 真的十五六岁 后来我自己开中药 把自己治好了 真的 然后我就自己家里边我叔叔有一本叫这个中医学入门 是吧 里边有一个方子叫说全完 说就是收锁的锁 泉就是泉水的泉 所以这个药方起的这个汤头名字起的很有形象化 说全完 然后我自己还怕人家知道 这不光彩的一件事情 温老师要的这些话题网友很喜欢 自己偷偷的去按照这个药来抓药 关键是像我们这些尿床的 这个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还不敢被大人知道 自己尿完床在那个被窝里面五干 白天起来就满心烧气 后来为了安慰我们 有的人说尿床的孩子聪明 小时候别人这个嘲讽我头大 我妈也是这么骗我的 头大了还是头年 后来发现就没有任何作用 还是有关系的 你看你跟沐阳老师都聪明 小春跟我就笨一点 我头不大 我三八再打 是不是太胖了 我今天终于解决了我一个心病 终于比沐阳老师在某个方面要稍微提早一点 这样赢了还开心呢 你看朋友们很开心 赶到我们聊这个 你第一次爱上女孩子是什么时候 我记不得了 爱的太多了 这问题比较复杂 复杂性 风际性 记不住了 有一些话还是不能说的 尽管很想说 但是不能说 你第一次你的作文被老师表扬 大概是什么时候 这个可以说 这个是三年级的时候 三年级的时候大概是八九岁的时候 当时我的老师就是后 那时候我讲过那个张老师 就是很 他有很多小说 当时不准一篇作文 那就是让我们写五一节的体育比赛 因为那时候每年到了五一节 我们学校都开这个体育论会 别的孩子基本都是 什么我到了学校 什么然后看到篮球比赛 什么乒乓球比赛 赛跑什么就像寄流水战 也寄一遍 我就重点描写了这个篮球比赛 也怎么样把一个球传到篮下 咱们假动作骗过对方 怎么样那个运动员摔破了膝盖 带着血继续什么坚持打球 这个就受到了老师的高度太阳 你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了些什么 抓住瞬间的这个就是 充分的描述比普遍的描述要更加的重要 是不是 就主要助政细节 重点突出 不要寄流水战 一般的孩子写作文最容易犯的毛病是寄流水战 早晨怎么起床怎么上学 然后怎么回家睡觉 你不认为当时其实老师对你的鼓励吗 其实作文写的并不好吗 不是不是 我觉得写的很好 这个也不是因为我写的好 是因为我对我们那个地方这个运动会记忆太深刻了 是因为其他的同学显得太差了 其他的同学可能是 他们没没把心往这方面硬 只有我在这方面硬心了 可见那个老师对学生的表演又多重要了 我觉得老师对一个学生的一个好脸 一句好话影响一个孩子一辈子的 对 那我们这儿的老师记住了 不管学生聪明不聪明 你都得给孩子一个好脸 既然沐妍的老师都能给沐妍老师好脸 你还有什么障碍呢 就是不管怎样给孩子好脸 对 我这个写过一篇散文 讲过我的老师 讲过一个故事 因为就是我小时候以调皮著称 很多老师认为我这个孩子品质很坏 不可救药 是吧 就有一次中午 那时候我们中午要求学生到这个学校里教室去午休 女生睡桌子 男生睡下面那个窄窄的长洞的 我去晚了嘛 当时农村流行穿这种 就是像刮辣板一样 都去了巴达达达响 没脱鞋 对 没脱鞋 我在进教室的时候 就下意识地把这个脱拉板脱起来 手提着进去了 我刚刚躺下我们的一个教导主任 王老师 我之前还记得他 他就进来了 拍拍我 出来 吓得我够劝 出去 老师 你为什么刚才把鞋脱下来 我说怕怕同学们惊醒啊 下一次这个校长办公会议要才能讲 我们对这个管博业的认识要重新调整 是吧 就是大家都认为这个人这个品质很差 很不好 我认为这个孩子本质非常好 他讲了这个故事 你其实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本质在变好的 本来我就很好 这一讲让我发现了我真不错 而且让我感觉到一直兴奋的 好像在云端上飘一样 原来我是个好孩子 原来我不是一个坏孩子 这类似的例子很多 后来我在中学当中学委员的时候 认识我们现在中科院的一个院士 也是个医学专家了 名字我就不说了 他说他小时候也是被村里的人认为是个很调皮捣蛋的孩子 他有一次就是下了大雨 就是他村里有一个盲人要过河 他就把这个人背过去了 背过去这个盲人这种传播力都很强大 因为他走街串巷到处演唱 他都在哪里说到哪里 所以实际上的孩子真好被罗各活 是个善人 是个什么菩萨前面的善才童子 一下子把他变好了 从此以后他感觉到我一定要好好的做好事 后来还成了政客院院士 那你以后小时候有没有那个 为了表现自己故意做好事的这样的例子 这个为了让老师注意到自己确实是去抢了做好事 那包括到了部队的时候 为了这个让大家这个夸奖 也就是争先恐惑的做好事 这就是人在一个环境里面 大家都要表现积极 谁也不敢落后 但是如果这个人老师一直批评你说你落后 你这不可能去 算了我也不去抢了 我就索性破败的破坏了 反正已经是这样的了 所以这个孩子这种鼓励是特别重要的 尤其是要发现这些所谓的落后的学生生 更好的亮点 可以大量的张扬和鼓励 那这个孩子一下子就获得了自信心 人生就会发生一种重要的变化 是吧 你有没有做好事做过头的时候 那这种做好事做过头 我们小时候常常做过头 比如说老太太明明不想过马路 非要背她过马路 背过去了老太太也走回去了 我们那种相手的段子 我们真的做过 我们就是星期天帮着这个皮奴老太太 大量家挑水嘛 是吧 你想孩子 就是二三年级的学生 眼睛够这么长 你拖不起来 要碗上一块 是吧 碗上一块就歪歪歪歪流流 是吧 给人家水是挑了 是吧 但是把人家院子里面倒的全是水 是吧 那人家一回家弄得满院子是泥巴 是吧 然后电视台找一些 你们这孩子不要来了 是吧 什么来做好事 雪雷锋是祸害我们 我们小时候因为是雪雷锋的最兴旺的年代 好多孩子为了显示自己 展示自己 就会做过多的好事 其实人家不需要的就是做了 做好事是要人家需要你的才去做 不需要的你才去就是一种显摆 或者说一种过分 当时好多人为了虚荣心 会故意设计一个场景 这个场景明明不需要你去做的 他会设计出一个场景 自己再去所谓的解决这个困难 但那个困难是他自己设计出来的 那这个时候到了不对了 也有就是一个人故意的弄掉两块钱 是吧 对 然后这个 那不会是你吧 故意的两块钱 故意捡起来 我上初中的时候 我们班都发生过这种事 是吧 故意捡起来 那不是你吧 报告班长 捡了两块钱 是吧 这种事确实发生过 温小老师再问你一个明感问题 回到今天 你一生中做过的最后悔的事情有吗 这个确实是很多 不是有是很多 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你像这个 我举一个这个 不穷不重 怎么说 我在军艺上学的时候 我们隔壁的一个同学 他可能是晚上没吃饭 他这个中午 他就是在食堂多打了一个馒头 然后还拌碗菜 我去了以后 就拿起来的馒头和菜 在那吃 后来这个人就是 很尴尬 也不好意思拒绝我 后来就是我吃的剩下一半 他就拿起碗里剩下的东西 到了厕所去了 这让我马上意识到 我干了一件非常的 蠢的事情 而且人家本来是要做晚饭的 我去了以后也吃掉了 那时候你很饿 这个也不是饿 是馋实际上 上军艺的时候 那还是饭是没有问题 所以这件事情 让我见到这个同学 我就感觉到脸上 就是呼呼的一阵发烧的事 忍不住的想要道歉 谈那件事 当然也说 哪有这事 我早忘了 没有这事 后来还真找他道歉去了 说过两次 没有这事 早就忘了 你是做梦吧 你模范现实主义吧 确实有这样的事 我好奇一个问题 我八卦一个 您在来我们直播间之前 之前也没听说过我们这 听说过你们盛名在外 很多神话 上一次大鹏来 冯继才 在我们北市大喜多中心 跟人民文学出版社 跟我聊 开这个讨论会 跟讨论会 晚上一块吃饭 就谈到里面 到过人民出版社的当社长 谈到董一回 对推荐 池子健的长篇小说 说立下的汗马功劳 您跟池老师关系好吗 他说我师妹 我们都是鲁兴游戏院 跟北市大合办 研究生班的同学 池子健 他是我们班里年龄 比较小的 各位大家听我们讲笑话的同时 八卦的同时 不要忘了买书 《生死疲劳》 《宛俗的人》 还有是莫言老师的《三歌行》 这样的值得收藏的书法作品 《挖洪高粱家族》 大家都年代上 还有莫言老师 《奇奇怪怪的小故事集》 那个 《奇奇怪怪故事集》 对 莫言老师的 这个《宛俗的人》 是获得诺奖以后写的一部 大概是六七年之间写的 中短篇小说集 我读了以后的感悟是特别的深的 就是大家马上会发现 他跟原来写的长篇小说不一样 就是非常收敛 非常机智 但是呢 人物的这种典型形象 和那个人物的 我认为的代表性 变得更加的突出 这个像我跟莫言老师聊的时候 莫言老师也认可这一点 就是说明我读小说的时候 还是挺认真莫言老师 非常认真 我其实就是翻最后一页和第一页 然后我就跑过来 余言老师教会了我们读书技巧 怪不得余老师一年可以读五十多本书 一百五十本 平均两天一本 顺着余老师说的 这个《宛俗的人》非常适合上手 因为莫言老师写长篇小说追求 是它的冲击力 那很多我们今天的网友 有一定的阅读小障碍 一看到这个长篇的篇幅就被冲击了 有点害怕 就害怕了 那么《宛俗的人》 如果是一个中篇小说集的话 它是非常好上手的 对吧 这个一两个小时就翻完一篇 一两个小时翻完一篇 其实一本小说 只要你能够读进去的话 其实再厚 它也就不厚了 如果你读不进去的话 那么你再薄 它也读不下去 是是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 就生怕读完 生怕读完 读长篇生怕读完 读完了没出读了 希望这个再复杂一点 情仿再往后延续 求之若渴 我也有这种感受 我读挖的时候就怕读完 因为我觉得和这个作品就告别了 对 你反正一直也没读完 挖我还真无数 老板是没读完 就没读完吧 挖我是精读的 真读完了 你现在提到禁忌的顿合 我当时在大学的时候 禁忌的顿合 真的是用了大概是三天的时间 读完了一百多万字 我看你禁忌顿合也很喜欢 很喜欢 精读的顿合 我想真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是 所以围绕这个小说 也有很多传奇故事 说 比如说作者是不是肖罗霍夫 比如说是哥萨克的军官 白水军官等等 我觉得很奇怪 在那个时代 居然能出这么一本小说 而且最后 昏诺奖的时候 被双方多认可 实际上 因为它是在苏联时期 是大林时期出的一本小说 这个时期能出这样一部作品 真是太不容易了 所以斯大林这个人是很值得研究的 是吧 很奇怪 他能够容忍这样的作品出版 是吧 不过 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直播间里有很多的 其实家长带着孩子一块在看 就是关于比如说 如何教自己的孩子阅读 或者如何教自己的孩子 这个有好的阅读习惯 或者说是孩子读书建议是什么 您给一些 我觉得孩子读书 第一句 我觉得不要谈多 不要谈多 都是我读了几百本几千本 我觉得还是要精读 就是这个精读 什么样的书值得精读呢 那肯定是经典 是吧 经典 因为它是经过时间的讨喜的 是吧 经过了一代有一代的读者的阅读 然后它成为了被经典化 是吧 我觉得这些应该是精读嘛 你起码能够这个 比较完整的讲述 这个作品 这本书的故事的情节 是吧 然后 再一个就是 读完了以后 孩子应该是对这个小 对这个作品进行一些 自己的这种讲评 给妈妈讲讲 什么故事 你认为这里边这个人物 是怎么样 孩子 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读故事的孩子 而且是变成了一个 具备了某些 对文学进行评价和批评的 这样一种 一个 一个更高从次上的一个读者 是吧 一个批评者 也就是说 孩子不光是要读小说 或者读故事 他要有一个讲述和复述 总结小说的能力 这个需要他不止读一遍 而且现在家长要引导他们 就是就像 莫言老师出去听了人的评书 或者是戏剧 或者听了那个 回家复述 对对 回家就讲给母亲听一样 因为 根据那个 教育学的原理 就是说 如果是只听了的 吸收率是20% 如果说听了再重新复述以后 就吸收了70% 对 重复也是某种银行的创造 重复也是 在重复的过程中创造 因为你如果重复十遍的话 你就不会满足原样重复了 你会添忧加速 我们的很多小说 在民间 有民间的口头传说变成文本 就是一代的人的天佑家族 是吧 每个人会根据自己的理解 根据自己的爱好 对这个小说进行一些改造 对故事进行一些改造 然后就变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经典 是吧 好 那个 你们俩还有什么问题 莫言老师今天谈了四个小时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让莫言老师休息了 好 后续的文字资料整理出来 我们给莫言老师 宇慧你今天不总结了吗 我有 我这不是 莫言老师要不先休息 我在总结 我这有点班门弄火 我们在这喝水 你就总结吧 你总结吧 对 在与会总结以前 我赶快再推荐一下莫言老师的长篇小说 我最喜欢的《绅士疲劳》 当然莫言老师可能更喜欢风乳肥腾 是吧 我都喜欢 都喜欢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如果你从来没读过莫言老师的长篇小说 读的第一本小说 我觉得《绅士疲劳》是买好的一个入门 当然大家都知道洪高亮了 洪高亮也是一个就是 有电影和电视剧佐证的这样的一部 长篇小说 但是我觉得《绅士疲劳》更像是一个完整的 就是对一个时代和对时代和个人的人生命运 紧密下列的一种 就是宏大的 并且非常在细节上把握得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描述 所以我个人首推的就是《绅士疲劳》 也许我的观点是错的 但是这就是一千个人读出来的 一千本小说是不一样的 我就不敢苟同于老师的观点 我个人首推是挖 因为我就是在去年精读了挖这本书 然后刚才我也跟莫言老师交流了 我读了以后的看法 我就感觉内心这种激烈的情绪在涌动 然后我感觉 因为他讲的就是山东 山东为这个故事背景 我的祖籍也是在山东 就增加了我对山东这块土地的了解 我就感觉那的人能量很充足 很能干 他政策会有不同阶段 不同的定位 但是在不同的定位 不同的阶段 人们总是在很努力的去做 哪怕做了一些自己后来感觉到后悔 感觉到懊恼 或者说有内心冲突的这样的工作 但是我感觉 就是这样激荡的时代 我们走过来才有了我们的今天 所以我是非常推荐挖这本小说的 这个如果从对于人性的解决 而深刻的描述来说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现读一下 这个崴熟的人 莫言老师近十年的这个中团面小说集 我觉得也是一个侵入点 那奇奇怪怪的故事集 好玩 主要是好玩 好玩好玩 就上手更容易 好 宇慧在你总结以前 这个导播告诉我们 复带准备好了 有莫言老师签字的50本书 大家可以抽复带 抽复带抽到以后 我们就会把莫言老师签字的书寄给你 所以下面网友准备好 惠惠你来你来喊还是什么 好 你现在直接上导演 好的 直接上 上了吗 50本 然后莫言老师 我还没签的 麻烦先免签 不倒计 生死疲劳已经上了 生死疲劳是吧 对 55分钟以后开是吗 那你先总结吧 总结完了再看 莫言老师我先丑了 对不起 刚才我先道歉 莫言老师说这个复数就是要添油加醋 其实我做的就是一个复数的作用 添油加醋里头代表了任何一个读者对作品的理解 刚才莫言老师也说了这个理解是读者对作品的权利 但讲述呢是作者自身的一个义务 所以我也是做我自己该做的事啊 大家别骂 首先呢刚才提到了说 莫言老师为什么能坚持这么多年一直持续创作 而且坚持写长篇呢就是因为内心对文学由衷的热爱 虽然开玩笑说当年是为了吃一顿油多的饺子 是为了一双皮鞋 但是多年之后你发现人如果你如果只是为了一顿饭 一件衣服的话 有一天如果你吃饱了穿暖了 你是不是就不想写了 没有 因为对文学的热爱依旧灼烧内心 所以多年之后仍然坚持创作 然后呢小说是语言的艺术 文学推动了语言的发展 这句话我相信更多人会有非常强烈的理解 尤其是可能我刚说的年龄稍微大一点 大家知道其实汉语的进步 也是随着很多非常知名的作家推动来的 我们以前古代说古文 后来到了四大名著的时候 大家逐渐发现白号是可以的 当然白号的进一步是出现的像鲁迅 李大钊这一批的作家 然后再到近期大家可能听过 小时候背过很多朦胧诗 然后你后来发现 汉字竟然可以这么用 我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一句叫做 baby是baby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穆志明 你发现一个形容词 它可以当成名词用了 就是我们看到了汉字越来越多的样子 我们也于是理解了这个民族语言的变化 说中文就是在传承一种中国精神 如果你都不能很好的运用你的母语 那很惭愧 所以我刚提到这块说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 然后文学是推动语言发展的一个关键工具 这是莫言老师刚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然后呢